各位好 歡迎加入今天12月2號星期四的大愛十點新聞 我是林國昕 首先帶您看到德國傳出車站爆炸 南部大城慕尼黑一處火車站附近的工地 有工人疑似挖到了未爆彈引發了爆炸事故 導致有四個人受傷 大批警銷人員趕到了事故現場 這處施工當中的建築工地就位在人來人往的火車站旁邊 疑似因為有工人在進行挖掘工程的時候 誤觸了埋在地下二戰時期留下來的航空炸彈 引發這起不幸的事故 即使二戰已經結束70多年時間了 但德國境內還是有留下大量的炸彈尚未被人發現 目前相關的人員正在附近的區域持續地搜查 看看是否還有其餘的爆裂物 再來看到西方牙的老蜂火山從9月中開始爆發以來 還沒有停歇的跡象 最新傳出的空拍畫面顯示 又有新的火山口形成 熔岩正持續以每秒一公尺的速度吞噬大地 火紅的岩漿不斷地奔流 所到之處農田還有房舍都遭到了掩埋 估計已經造成2700多座的建築毀損 就連居民信仰中心有一座老教堂也無法信免 另外還有大約7000人被迫撤離家園 專家就預估這回火山噴發很有可能成為當地 近500年以來時間最長的一次爆發 新變種病毒危機四伏雖然說馬來西亞照常有限度地開啟疫苗旅遊通道 但是現在有所緊縮了禁止非洲八國的旅客入境 這代表馬來西亞也加入其他國家祭出旅遊禁令 即使我們有關於旅遊規定的限制 這是一種稍後的計劃 當我們覺得安全的話 我們將這些計劃移動 這並非我們有所謂的計劃 以罵這些國家 而是比較安全的 大馬不只暫停禁止非洲南部八國的旅客入境 也有可能進一步涵蓋其他出現確診病例的國家 例如英國還有荷蘭 目前全球至少有28國累計366例歐莫孔的確診病例 馬來西亞政府不排除會是疫情的發展調整邊境的防疫 而美國發現首例新變種病毒的病例 確診者來自加州 這項消息已經獲得美國CDC的證實了 美國是全球受疫情打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平均每百萬人有將近15萬人確診 面對新的變種病毒來勢洶洶 政府加強旅客入境的管控 卻還是抵不住病毒 當局還表示正在考慮調高入境的門檻 無論是否已經接種過疫苗 都必須提供24小時內的陰性檢測證明 另外亞洲的部分除了日本跟香港之外 南韓昨天也證實出現首期OMICRON確診案例 而且一口氣就增加了5例 根據南韓衛生單位的說法 上個星期有一對夫妻從奈吉利亞回國 而且已經完整接種過兩劑的莫德納疫苗 不過經過新變種病毒採檢結果 呈現了陽性反應 而且其他三位親友有同樣出現檢測的結果 歐默狂病毒引發全球的恐慌 許多國家緊縮防疫 面對各國陸續傳出確診案例 外界就擔心 這種新的變種病毒可能會取代Delta 成為主流的變異株 OMICRON來勢洶洶 我們卻對它所知甚少 根據醫學專家表示 目前確診者臨床反應多屬咳嗽、倒汗等輕症 不過仍需要至少四周的時間 判斷OMICRON是否比其他病異株 更容易產生疫苗脫逃並引發重症 至於現有疫苗保護力如何 會不會研發專門對付OMICRON的疫苗 同樣需要更多臨床資料進行分析 在新疫苗還沒確定是否問事前 WHO強調目前各國施打的疫苗仍具有保護力 已經推行追加劑的歐美國家 也開始計劃擴大加強劑接種族群 現在已經有13個確診的確診 還有9個確診的確診 我們所設定的目標是 提供每個人的確診 到每個月的確診 不過許多國家鼓勵施打追加劑的同時 WHO也再次點出疫苗分配不均的問題 呼籲賦予國家 不要讓非洲成為變種病毒培養品 Omicron引發全球恐慌 各地陸續傳出確診消息 而是否會取代Delta成為主流變異株 外界持續觀望 帶來新聞先天好變異 提供您最新的消息 衛福部長陳時中在立法院報告的時候指出 原本規劃間隔半年打第三劑追加劑 但是針對醫師人員 還有一線防疫人員等 一到三類疫苗優先的對象 會提供半劑莫德納疫苗 並且間隔時間會縮短為5個月 就可以來接種了 今天中午宣布以後 就可以直接到預料運所來預約 初步預估12月7號前 有6萬人符合資格 另外再來關心的是 因為疫情已經蔓延快兩年時間了 有些國人旅居海外無法回國 戶籍被迫簽出之後 導致保險還有稅務都會受到影響 指揮中心對此就表示 將會從寬認定 59.4萬劑的AZ疫苗 那你在昨天也全部都用盡 11月6號才抵台的疫苗 24天內全部打完沒有浪費 但這只是疫苗庫存量的冰山一角 四種疫苗我們目前再庫的有547萬 那另外還沒驗收的還有390萬 所以我們總共有937萬 庫存量充足但覆蓋率上升速度不如從前 一劑在11月22號破77% 過了一個多星期卻升不到1% 至於二劑目前來到56.8% 疫情延燒不停部分旅外國人等不到回台時機 兩年過去了被迫遷除戶籍 為保障國人權益衛福部提出因應措施 如有民眾因此失去全民健保納保資格 可以向健保署申請接續納保 也就是不需要等半年再恢復戶籍時 就能參加健保 疫情之下不論保險稅務相關單位 都寄出辦法從寬認定 但也提醒返台旅客 記得嚴格遵守檢疫措施 並讓台灣穩定疫情再次陷入危機 台北報導 立委高嘉瑜近期遭到男友家暴 但是他勇敢站出來提告 然而有不少家暴的受害者 卻選擇隱忍甚至選擇原諒 長期下來不只身體受傷 心裡還承受巨大壓力 專家就指出家暴並不丟臉 受害者需要被支持 只要盡早求援的話 才可以避免受到暴力對待 一張一張瑜琴受傷的照片 令人難以想像是心愛的人 動手施暴 立委高嘉瑜勇敢站出來 提告男友家暴 不過根據衛福部去年統計 家暴通報案件多達14萬件 但是隱忍或選擇原諒的不盡其數 在這11年來我被家暴了不知多少次 但覺得被老公家暴是感覺到太丟臉了 我也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 我媽媽也沒有這樣打我 為什麼我這樣被打 第一次打我覺得可能是我的數 但是第二次打第三次打 應該不是我的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我不要忍耐了 李先生 你讓我老婆做什麼 家暴案件中精神暴力的比例 佔了將近兩成 醫師就指出長期受到家暴 除了心理壓力大 還可能影響日常生活 常常會處於一種受挫折感 然後被貶抑的感覺 有時候就會造成情緒障礙 包括焦慮 憂鬱或是失眠的狀況 協助受暴婦女超過20年的 例行基金會也提出 施暴者可能會有奪命連環call 檢查手機訊息 限制交友 酗酒甚至是拍攝或偷拍 親密影像 但是恐懼伴隨著甜蜜 往往讓受害者沒辦法 下定決心打113求助 我們的被害人都還是很容易 就是從自己身上找原因 所以他們會很容易先去解討 是我哪邊做得不好 或者是我是一個失敗的一個被害人的 這些的考量 會讓他們卻步 專家還提醒遭受家庭暴力 鼓起勇氣求援 相關單位會提供庇護安置 司法協助和心理諮商等配套措施 確保被害者能重拾日常生活 大家先問何宜懷 李明華 台北報導 天氣方面的消息 因為冷空氣南下 最近全台灣都降溫有感 像是今天清晨最低溫 就出現在台南的辛化 在清晨3點的時候 測到最低溫只有10.3度 另外面對這幾天 氣溫都是明顯偏低的情況 有怕冷的民眾就想說 這天氣冷比較不會流汗 因此會不想洗澡 不過洗澡就攸關個人的衛生 冬天究竟可以不洗澡嗎 來聽聽醫師的建議 忙碌一天 回家洗個熱水澡全身舒暢 洗完澡以後 就是比較放鬆 喜歡洗澡的人 一天能洗三四次 但天氣寒冷時 也有人一星期只洗一次 近年的時候 也是一天洗一次澡 照正常的方式清潔自己 純粹用熱水洗而已 就沒有用清潔用病 到底多久洗澡一次比較好 醫師這樣說 是個人而定 但是我們就建議說 平均一天還是一次 怕有過多的皮脂 先把它洗乾淨的話 你可以試著用清水清潔就可以了 皮膚沒有異狀 醫師建議每天洗一次澡 皮膚分泌還是有一些油脂皮屑等等 還是會容易造成細菌的滋生 引起發炎的反應 類似風物組織炎 好像就像你傷口 上面有細菌感染一樣的意思 至於異味性皮膚炎 皮膚乾裂不用天天洗 而洗澡水溫不要過熱 冬天大約37度左右 比體溫高一些最適宜 大愛新聞 還有現在天氣冷睡覺的時候 也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有人除了會蓋被子之外 還會加蓋一條毯子來保暖 只是到底要先蓋被子還是先蓋毯子呢 以物理的角度來看 先蓋棉被再蓋一層毯子 保暖的效果才會加分 氣溫皺降 睡覺蓋被子怕不夠暖 您會怎麼做 如果說真的很冷很冷 我上面都還會再加一件毯子 請居業者建議 毯子可以加兩條 一條當墊被 一條蓋在被子上 這就是俗稱的三明治蓋被法 鋪一件薄毯 薄薄的毯 在床上 上面再加一件毯子 那這樣保溫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夠了 帶厚的棉被呢 因為裡面的棉絮把它的距離拉開 所以說讓我們的熱沒辦法輻射出去 所以我們蓋棉被會覺得暖 那今天再加一個毯子在上面的話 它可以隔絕外面的冷空氣 讓外面的冷不會進來 吸收我們的熱輻射 上方的毯子就像保護層 對外隔絕冷空氣 對內把熱氣留在被子裡 而當墊被的毛毯 也能把較冷的床罩跟身體隔開 而達到更好的保暖效果 大愛新聞張公丹林欣宏 台中報導 再來看到有一本600多年歷史的古蘭經 透過土耳其的慈濟志工 遠渡崇陽捐給慈濟 甚至歲末祝福 台灣圖書館的修復團隊 帶著這本古書的真機 在商人面前展示 除了古書收復過程 備受矚目之外 北區志工也在歲末祝福當中 呈現精彩的金藏演繹 滿紙斑駁眼前的古老紙張 讓時光修一下 被拉回到662年前 這是伊斯蘭造的重要經典 古蘭經透過土耳其慈濟志工 這本珍貴古書遠渡崇陽獻給慈濟 送給我 其實要先實在是很擔心 因為紙都 看來有的是破掉 脆弱的古書 修復起來要花兩年半 連15年紀念的專家也說 這是他修過最古老的書 難度也跟著年份升級 對 就是最古老的書 也是遇到最多困難的書 對 有時候就是 當我們找不到相同的紙的時候 真的花了很多時間 而且很擔心 沒有辦法對上人交代 全數500頁 目前只修好78頁 過程上在蒐集拼圖 不只要補齊紙張缺角 連泛黃的顏色 都要還原的分毫不差 讓專家差點都被拷倒 紙張上面因為有很多的沾黏物 還有很多不同人寫的東西 黏在上面 所以我們剛剛把它刮掉的時候 還在把它拼湊回來 我們去找廠商去染紙 那一家廠商染紙的時間 大概就是三個月以上 上人行腳道 慈濟新店園區 除了古書修復備受矚目 下午的入金藏演繹 更是為整個活動帶來高潮 有兩種順其高 愛香乾爐 長心慈悲消暑 五花眾生啊 樹 好 志工們正氣化衣 精氣神十足 慈濟人文風采 瞬間展現 天氣眾生不可能 願不中生 出古路啊 善人更勉勵慈濟之功 可以將行善的模式複製下來 供後世跟隨 我期待各位資深菩薩們 人人好好的說你所做 做你所說 幾十年啊 你們都很資深 什麼因緣走路此跡 在這樣走路此跡 你接引了多少人 這個過程 故事很多 好好地再復獎一次 善人說不要擔心個人力量少 哪怕如小小螢火蟲也能發光發熱 他希望每個人都能發揮良能 讓台灣這個慈善之道 豈非被世界看見 帶新聞 台北綜合報導 《追夢》不是年輕人的專利 系列報導帶您認識兩位 銀法族長輩 他們都是騎機車還台的不老騎士 不過想要騎機車還台的不老騎士 沒有駕照該怎麼辦呢 因此有人在七十歲的時候 才考上了機車駕照 努力圓夢 讓自己的生命更加豐富 電影金展花大酒店 故事聚焦高齡長者 有幾個新生命更加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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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老花 老人要是做 生命才會有光彩 騎機車駕照環島 年輕時就想行動 差不多五十幾年的時候 我讀高職 我就有整天 想說騎腳踏車要環島 覺得體力沒辦法 各自分開了 愛於以前的工作 他可能選擇跟他的興趣 或是未來 他很想圓夢的這些願望 是會背道而馳 一部老騎士 他比較多的訴求 是讓他去發掘 他內心最想要實現的願望 為夢想而做的努力 就是一場自我挑戰 七十多歲的張蔡美霞 他必須考取機車駕照 第一次就刷下來 第二次也刷下來 第三次沒辦法 也是要練啊 福報不行啊 所以我是一直考 會給他考過不可 那是你年輕的夢想 對 長輩因為有一個目標 對他來說 不是馬上就可以得到 他要用一些努力 他才可以達到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的努力過程 對他來說 是能有永續記憶 而且對他來說的人生 是會更璀璨的 為了讓老化成為正向的經驗 世界衛生組織定義 活躍老化的概念 應該優化健康 參與 以及安全保障 其中的參與 最能促進心靈活躍 等一下會考那個記憶的部分 我要開始嗎 紅綠燈 機車 菜刀 巴勒 摩托車 紅綠燈 救護車 菜刀 巴勒 蘋果 我會勾一個 你幫我畫8點20分 像那個玩記憶力的遊戲 等你75歲就不會緊張了 這一塊是我們有經過 就是監禮所開課做受訓 統計每年的交通事故 總共有36萬件 那其中有31% 大概是11萬6千多人 的一個事故率是屬於高齡的事故 75歲以上換照 必須先通過 健檢以及認知檢定 才能合發3年有效期駕照 75 78 81歲 以此類推 每隔3年都需要再做檢測 對騎士的安全比較有保障 我們到七星潭淨灘的活動 跟慈濟大學的學生一起做淨灘 環島只是眾多計劃之一 76歲的林家中還同時參加9個社團 今天來講我是最年齡 我是喜歡跟年輕人在一起 比較好 心態比較年輕 心動就抓緊時間行動 想學日文 排除萬難 線上課程也不露接 會自己定下一個努力一點點就可以達到的目標 主步推進Hold住學習力Hold住完美人生 以上是今天的大愛十點新聞 感謝您的加入 我們再會 感謝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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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的支持